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呀 给耳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有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1939年2月15日 周恩来携夜艇飞往桂里 2月18日乘车北上 于2月23日到达 宛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受到象英等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秦宇兄 秦宇江真是山美水美 真感觉人在话中游啊 是啊 关于你那个小灶的事 我可听说了啊 你也听说了 我是有一个广东师傅 你是不是也很反感哪 反感什么呀 中央领导也有小灶嘛 你经常迎来送往 有很多的外宾 知名人士 还有国民党高官 总不能让客人们和战士们一起吃大灶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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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请坐吧 请 叶卿长 先说两句吧 为了迎接中央代表恩来同志的到来 我代表东南局全体党员 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 为恩来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 来 干一杯 好 我和向英同志代表新四军全体指战员 欢迎周恩来同志来我军检查指导工作 并祝恩来同志的这晚之行顺利 干杯 谢谢叶军长 谢谢向府军长 还有新四军全体指战员 我代表党中央 敬大家一杯 叶军长刚回来你们都敬敬他酒啊 对 倒酒倒酒 快去快去 军长 叶军长 走 老首长 叶军长 我们两个回一杯 我们是您的老部下 为今天继续在您的领导下工作 而深感荣幸 是啊 我们敬老首长一杯 来 老首长 来 活马 干 干 干杯 来 叶军长 您是我们新四军的旗帜 是新四军的光荣和骄傲 我提议 为了叶军长的健康和幸福 为了新四军的发展和壮大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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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 好 大家都举起杯 我们为新四军干杯 干杯 对 干 来 干 干杯 干杯 好 干杯 没 行 好 干杯 好 干杯 来 干杯 起来 起来 我们的伴众一起 保着天地抛火 前进 保着天地抛火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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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到 好 您好 辛苦了啊 好 行吧 来一个 陈司令 来一个 陈司令 来一个 陈司令 来一个 过来 来一个 陈司令 来 起来 来一个 陈司令 来一个 好好 来一个 陈司令 好好好 好 我来 给大家唱一首 法国歌曲 马赛曲 谢谢 请 请 请 下面 请中央代表 周恩来同志 给大家讲话 出证 陈医啊 你唱得好啊 好 来 去去去 好 同志们 你们好 你们辛苦了 我代表 港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叶军长和相副军长 以及战斗在抗日前线的 新四军全体指战员 向东南局和军分会的 全体同志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慰问 并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谢谢 同志们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对新四军的改编和组建 非常满意 对新四军的战略展开 和已经取得的胜利 非常高兴 对新四军在敌后斗争中的困难 非常理解 对新四军寄予的希望 非常的热切 我们祝愿新四军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正确指引下 在抗战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形势下 团结奋战 英勇杀敌 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好 太难了 太难了 光如北方长城下 却赶着我们的心灵 却赶着我们的心灵 不去分头落小山上 尽力找到先立书不去 千百四堂尊 同学金函 千百四堂尊 十一年前 在莫斯科党的六大期间 斯大林同志单独接见了我 他称赞我是 中国革命 真正工人出身的领导人 他鼓励我 既要重视斗争 更要重视学习 使自己完完全全布尔什维克化 那一年 你我只有三十岁 都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是 恍惚之间 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 我丝毫也不怀疑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可是 我连自己 也感到纳闷 我为什么就团结不了一个夜挺呢 你必须从内心深处尊敬夜挺同志 否则永远除不好这层关系 你必须从内心深处尊敬夜挺同志 你并不是不了解叶廷 而是对他心存偏见 我知道你不爱听 但是我还是要重复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 党内出现了极左思想 个民人实行惩办主义 简单粗暴地处分了叶廷 等一批起义领导人 虽然这个错误 很快被党中央纠正过来了 但是还是发生了 叶廷被迫脱党的悲剧 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 就是党内左倾错误的执行者 对叶廷同志无端的指责 和无理的冷淡 伤害了他的感情 尽管如此 叶廷在海外流亡十年 政治上一直表现很好 他的内心从来没有脱离过党 相反 他的信仰更加坚定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 他主动招党要求参加抗战 以继续他的革命生涯 并以他个人的威望和影响 在国共两党之间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也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 为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 改编为新四军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这么说 没有叶廷 就没有今天的新四军 中央认为 叶廷作为党外人士是暂时的 这样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大局 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 叶廷的党籍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都十分看重叶廷同志的政治风范和军事才干 希望你们能够很好地合作 带好我们这支队伍 更重要的是 他在政治思想和军事战略上 都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一位多好的军长啊 你为什么就不能尊重和团结他呢 你不能团结叶廷这样的人 你还能团结什么样的人呢 你不团结叶廷军长 他就要离开新四军 他离开新四军 蒋介石就会派人来接替他 你怎么办 你是要陈城还是要叶廷 中央在六中全会上对你的批评 还不能让你蒙醒吗 好好想想吧 我接受中央的批评 我同意和叶廷同志搞好团结 请看我以后的行动吧 这就对了嘛 夏英同志 你们俩是一队多么理想的搭档啊 嗯 语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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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幕府时代的战刀不错吧 看样子刀的主人官不小啊 是日本天皇赏赐的吧 以露金为正 这可是我在战场上亲自缴获的战礼品 你喜欢送给你 太好了 那我就横刀夺爱了 好刀啊 原来啊 我们出去走走吧 重庆乌浊的空气可比不上这儿啊 好啊 这几天你就陪我到各部队转转去 谢谢了 请 这边是刺杀训练 这些都是新战士吧 对 对 他们在进行对列训练 很快他们就可以加入战斗训练了 是的 应该会很快的 是 还有这么小的战士啊 还是个娃娃兵嘛 周副主席 这些新参军的战士 都是晚南农家子弟 分配在特务莲 小鬼啊 我问你 今年几岁了 叫什么名字 报复首长 我今天是五岁 我叫叶子龙 跟主席的卫士长同名 跟你们的叶军长同姓啊 周副主席 别看这些新参军的战士 年纪小 个个生龙活虎 而且觉悟都很高啊 我看你 可不像十五岁啊 还没你的小马枪高吧 报复首长 比小马枪高多了 小鬼 我问你啊 你知道你们军长是谁吗 报复首长 我们军长是北伐民将叶挺将军 回答得好 不简单 你认识你们的军长吗 报复首长 我认识叶军长 可叶军长不认识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你啊 你叫叶子龙 叶军长好 我们指导员上政治课史讲过你 叶军长是新四军的光荣和骄傲 我们大家都要听叶军长的指挥 是 我们军业军长指挥 小鬼啊 你小小年纪 为什么要当新四军呢 吃菜要吃白菜军 当兵要当新四军 新四军打日本鬼子 那你知道是谁在领导我们打日本鬼子吗 报复首长 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他们都在延安 回答得好 有水平啊 你现在是少年新四军 等你长成青年新四军的时候 日本鬼子就被我们赶跑了 将来建设新中国 还要靠你们哪 同志们 我们要牢记州副主席的指示 坚决打败日本鬼子 牢记州副主席心事 坚决打败日本鬼子 同志们 今天召开新四军委员会 军分会 军分会 东南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 第一 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第二 讨论新四军 军事战略方针 第三 宣布调整新四军委员会 现在 请中央代表恩来同志讲话 同志们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 李称碑式的会议 全会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独立自主的 放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 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重慎党的工作重点仍然是敌后和战区 主要是发展华中 巩固华北 会议决定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 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 由周恩来刘少奇分任书记 加强党在华中的工作 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 任由向英统治任书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啊 关于新四军的军事战略方针问题 其实中央早有明确定论 就是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 新四军的南面 是国民党第三战区三十万军队 直接连接大后方 我们向南活动 不仅不能接近和抗击日伪军 反而容易增加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矛盾 一旦国民党翻脸反共 我们的处境将极其危险 向东发展 则直接威胁日伪统治中心 有利于我军的壮大和发展 开辟敌后抗战新局面 树立我军强大的升危 东进后再向北发展 将使我华中各部队汇合起来 获得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在此基础上乘胜前进 扩大战果 其光辉的前景 便是将华中和华北两大抗日根据地 连成一片 这就是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 对对对 是啊 有道理 对 因此啊 我根据中央的精神 并经与叶挺和向英等同志研究决定 把党对新四军既定的军事战略方针 具体概括为向南巩固 向东作战 向北发展的三句话十二个字 作为教育和规范全军军事行动的 基本原则 好 好 最后我宣布 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研究决定 新四军委员会由叶挺同志任主任 向英同志任副主任 陈毅 张云毅 袁国平 周子坤 邓子辉同志任委员 同时决定叶挺同志可以出席军分会军事会议 迎订阅 留步吧 拜托了 再见了 西医 你干什么 我想送送你 你怎么回来呢 我骑马回去 我骑马回去 我骑马来 你快要逼我 你快上走 你快上走 你快走 我骑马来 你怎么回事 你快走 我骑马来 你快路 老有小来 好 何总长批示 叶廷的这份文件颇有价值 可供我军研究战术之参考 你怎么看呢 叶廷的这份文件 你认真地看了吗 粗粗地看过 并没有仔细推销 要仔细看 仔细研究 浮躁的风气要不得 西医能有什么好事 无非是要钱要枪 要地盘要编制 说明你根本就没有看 这是叶廷针对时局战局的战略构想 他的战略观念很新鲜很有价值 叶廷毕竟是叶廷啊 踏山之石可以攻欲 你把这本小策子拿去找何英卿好好商量一下 印发全军各战区 要让他们仔细研究借鉴 校长 这样做不会太抬举西医了吧 三人行必有无师 你不会吃亏的 古著同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周恩来到新四军解决军事战略方针和叶廷矛盾 看来富有成效 墨三殿告 叶廷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 陈素如滨海之鱼烧送即逝 周恩来为新四军定下了向南巩固 向东作战 向北发展的军事战略方针 只在最终将华中华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扩大地盘 这将对我们构成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能让新四军在我们的后院养肥长大 叶相不合 这是事实消灭新四军的最佳内应 向英不愿离开晚南 又与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相左 一旦时机成熟 即可电灵末三实势为奸 时机未到 恐怕一支电令难以奏效 再说吧 是 1939年3月18日 叶挺在新四军参谋会议上做 题为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报告 这是叶挺一生唯一的一篇重要的军事理论专著 有国家就有战争 有阶级就有战争 不同的阶级和国家对战争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 什么是战争 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是正义战争及非正义战争 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在侵略阿比西尼亚时 借口宣传欧洲文明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 美其名曰东亚共荣 德国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 号称要实现大日耳曼民族主义 这就是因为 他们要为自己的统治阶级 以及少数特权者的利益 要借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名义 去进行侵略战争 一旦侵略者发动了侵略战争 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所进行的 反侵略战争 则具有进步的意义 譬如 我国的抗日战争 战争是为了社会的进化 同时也是为了保卫我们国家的地位 促进人类的进化 这就是两种战争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我们要求政治上的进步 也要求军事上的进步 没有军事上的胜利 就没有政治上的胜利 1939年4月26日 叶廷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北渡长江 执行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整顿新四军第四支队 开辟晚东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使命 在这一天 那一天 年轻的重大使 马克思主 马上开会 根据中央的指示 军部决定从即日起成立 统一指挥江北部队的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张云义兼任指挥 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 赖传珠任参谋长 邓子辉任政治部主任 此命令立即下达各团 集有机队 是 张云义指挥 到 立刻以军长叶挺 和江北指挥部的名义 发布命令 命令第四支队 继续挺进合肥定远 全郊地区三日之内 必须赶到指定地点 为令者军阀处置 是 报告军长 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团政委 谭友林 奉彭雪峰司令员的命令 前来下军长报到 好啊 谭政委 辛苦了 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 报告军长 我团驻扎在蒙城县境内 我带一个骑兵警卫班 避开了日军的铁路封锁线 绕行二百公里赶过来 彭司令员得知叶军长 住在江北指挥部 所以特派我来 请求军部解决我们支队的正规方号 还有经费问题 你比我的性子还急 咱俩对脾气 来 坐 来 擦把脸 好 谭政委老家在什么地方 过去在哪个部队干过 报告军长 坐坐 我是湖北黄安人 以前在红二方面军工作 那是贺老总的部下 贺老总可是我的老朋友 我以前也经常听贺老总 讲过叶军长您的故事 贺胡子这个人好啊 爽快得很 当年我们撤离南昌 南下广东 在革命最危险的时候 他加入了共产党 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以前在贺老总的手下 当过施政委 我从小就接受他的教育 和培养 贺老总的部下 肯定是好样的 来 喝茶 好 叶军长 彭司令员命令我 当面向你报告 新四军游击支队 由雀山县竹沟镇 适时东进 形成千里 作战一百余次 从玉东 达到玉鲁苏晚边区 越战越强 现在已经发展为 拥有三个团 一个游击总队 和一个随营学校 共计七千人枪打 强大抗日武装 威震敌后啊 太好了 彭学封司令 独党一面 可是部队长期流动 所在地区比较贫困 国民党政府当局 又不给正式的编制和经费 部队生活毫无保障 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今年春节 彭司令员为了让部队 吃一顿饱饭 把司令部仅有的 十几匹战马 连同自己的坐骑都卖掉了 备有军传出 穷兵卖马的笑谈 叶军长 这件事可不能再拖下去了 新四军经过了这次江北整边 已经有了五个支队的反号 你们游击支队 可以正式改编为 新四军第六支队 彭司令这样的将才难得呀 我决定任命他为 第六支队的司令员 但是这件事必须请示延安 同时也要得到 重庆方面的认可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回去告诉彭司令 放心 太好了 叶军长 能不能再给我们解决一些 武器弹药呢 小伙子得寸进尺了吧 没问题 江北指挥部 已经为你们筹集了五万发子弹 和十几艇机枪 这些武器枪弹要运到你们那里 必须要通过日军的封锁线 这样吧 你让庞司令派一支部队来 把这些武器弹药接回去 叶军长 我今天就回去 不要着急嘛 住两天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这次啊 我不会让你空手回去见彭司令了 我让指挥部为你们筹措了一些资金和物资 再等两天 谢谢军长 梅府官 到 送谭政委去休息 是 1939年8月3日 夜艇结束江北之行 返回云岭新四军军部 同年年底 通过夜艇奔走交涉 新四军第六支队正式翻号终于解决 彭学峰任司令员 这一封你夫人从上饶发来的电报 好 看 这一封你夫人从上饶发来的电报 这一封你夫人从上饶发来的电报 谢谢啊 欺人太甚 叶军长 千万别着急 我已经派军军书长和他们交涉了 还没有消息 我妻子和我岳母不惜倾家荡产 自筹资金 甚至连自己的养老费都拿出来了 为新四军买了三千六百支手枪 两百支望远镜 千里迢迢地从澳门亲自押送到 上饶 他凭什么扣 他为什么 不行 我要去找他 叶军长 你要冷静 要以合作大局为重 不要感情用事 什么合作大局 他不但不给我们新四军枪炮子弹 还无理扣押 爱国民众的 无私捐赠 他照顾合作大局了吗 我们不要心太转 要距离力争 要距离力争 好 你要小心 刘队少 到 你带着警卫班 保卫军长的安全 是 背马 太平冰战 走 走 啊 推荣 他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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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长 被车 带上干粮 连夜敢上饶 报告郡长 车开出去办事去了 什么 你把车开哪儿去了 给我找回来 是 程鸥 跟队长去找车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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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副官 到 我们就在这儿等 是 是 官方局长 车回来了 以后用车必须经过军部 此类错不许再犯 是 上车 到第三战区长官部 出发 准备发报 重庆南方局 周恩来同志 西夷已反布 好 叶你赴重庆 解决江北部队编制 及全军经费问题 不知现在重庆情况如何 是否能去 请集电室 叶庭向英 8月15日 惊献云鲁 相应同志 百姓occ 公 targeted 克王 大頭和共鲁新俥之坏 询 soldiers 让我准备一下 为老兄接风洗尘哪 来来来 换换口味 我知道老兄军务繁忙 难得到我这儿来一趟 听说嫂夫人也正巧在上饶 酒别圣心婚哪 我让文荣准备一席酒宴 好好为老兄庆贺庆贺 我很乐意做这个东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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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挺一气之下决定辞去军长职务 可他冲动的行为恰好中了蒋介石的计 如何才能挽回这个被动的局面呢 即看夜挺将军第十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